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那神迹会发生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常常被挤挤的就是顺服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将水变成酒 耶稣行的神迹当中 有几个人参与习中 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些酒 是用耶稣用水变成的 那就是管宴席的人 他还怪主人说 居然将这最好的酒摆在后面 但是这些佣人 这些仆人 可能是非常的惊讶 非常讶异 这些明明是我们将水缸倒满的水 摇出来居然变成了酒 那这些仆人 这些佣人 只是安静顺服的做这些事 那不知道你是否有机会 参与耶稣的神迹奇事当中呢 若试想当时耶稣还没有彰显 任何一个神迹 你是当时的仆人 你会顺服耶稣的话去做吗 还记得旧约以利沙先知 向一位撒勒法的寡妇吩咐 她向这位无社会地位 无任何收入 无依无靠的寡妇 居然以利亚先知说 你先拿些水来 再拿一点饼来 这样听起来非常不尽人情 因为当时是饥荒的年代 但是寡妇却老实地回应 我指着永生耶华 你的神奇事 我没有饼 台内只有一把面 瓶底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那寡妇也没有拒绝 供应先知的需求 但是这位以利沙先知 她是顺服神的话 去找这位寡妇 先知可没有抱怨上帝说 好歹上帝一定 找个财主供应我的需求 没有 先知以利亚就是 安安静静地顺服神 就得着从神来的供应和侍服 当以利亚遵从耶华是主 顺服主的吩咐 她与寡妇就经历神 源源不断地供应 坛内的面果然就不减少 贫里的油也不短缺 正如耶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 神迹的要素 有一个就是顺服 你我很想经历神迹吗 有时候我们忘了 我们要有顺服的行动 若是我们不愿意 永远成为旁观者 其实耶稣很盼望 我们一起来参与 祂奇妙作为众 有时候我们经历 没有神迹是因为 我们自己想要 以理性来安排计划 以自己的逻辑来做处理 所以请问一下 你想想看 顺服耶稣和理性来说 哪一个是更重要呢 若是逻辑上 理性而言 根本不会咬水至水缸中 更不会将水当作酒给客人 这绝对会是被客人投诉的 甚至会被管宴席的辞掉工作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可是当这些用人愿意选择顺服 神就开始动工在这其中 神迹就成就了 盼望我们一起来经历 神的神迹奇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